说起郭晶晶,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虽然不是娱乐圈的明星 但是无论她出现在哪里 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她是我们国内一名跳水运动员 同时又被称为跳水女皇 众所周知,从1988年接触跳水开始 郭晶晶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获奖无数 所取得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超越 甚至有国外媒体曾评价称 郭晶晶是跳水项目史上最有成就的女运动员 所以毫不夸张的是郭晶晶在跳水界真的是大姐大 而郭晶晶之所以能够获得现在的成绩 更多的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她不仅能力出众 在性格上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赢得了很多粉丝 不过后来因为身体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郭晶晶选择退役 从而嫁给了豪门霍启刚 但是两个人的婚礼也是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当时香港社会各界的名流精英 都为霍启刚和郭晶晶的这段婚姻送上了祝福 所以在婚后他们的婚姻生活 更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婚后的霍启刚和郭晶晶经常被网友拍到一起逛超市买菜的照片 不仅如此 郭晶晶还主张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给孩子的消费上面 从来都不会选择奢侈品 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普通的 甚至是几十元的 郭晶晶自己也是一样 经常在路边摊买橡皮筋啊什么的 可以说非常的低调且清流了 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也是幸福 而且夫妻还有三个可爱的小宝宝 一家五口生活的可谓是幸福美满 当然霍启刚和郭晶晶夫妻俩结婚之后 更是频繁的秀恩爱 就算郭晶晶在为霍启刚连生三胎之后 两人的关系也是没有任何的生疏 经常的在各种场合秀恩爱 可见两人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感情依旧稳定 大家都知道 郭晶晶的长相虽然并不是那种非常惊艳的 但是她的人品却是相当的好 而且她在嫁入豪门之后 依然是十分的低调 也没有出过什么绯闻 不得不说 这样的人是值得更多网友粉丝喜欢的 而就在1月30日 郭晶晶现身参加某汽车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当天 她身穿一袭优雅的黑色连衣裙 展现出知性端庄的气质 状态非常好 如今 郭晶晶和霍启刚依旧组建了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 在事业上 他们两人各自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然而 回到家庭的他们 也跟其他父母一样 尽心尽力地陪伴孩子的成长 一起旅游 做家务 郭晶晶还曾表示 守护和陪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计划 不仅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他们对家庭 对亲情的珍惜和关爱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家庭的重要性和温暖 也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榜样 那么我们最后祝愿霍启刚和郭晶晶能够一直幸福爱下去 也希望两人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烈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我们下期见